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其實我們見證了很重要的三個政策 只在一個企業頂裡面 就是我們講的新農業 我們講的俗漢經濟 還有我們的再生農業 這三位一起接我們在這裡都看到 在新農業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這種高度的技術化跟精力的設備 是密封市的兩極高品質的機種 還產生的這個機站 是市場上高價值的 而且是高品質的機站 這是一個新農業的典型 另外各位看到這邊的這一些 是利用機份跟其他等部機物 可以做早氣發電 在做早氣發電的同時 還有液態的醜料 可以提供給附近的樓民來使用 所以剛才我們聽董事長講解說 幾乎是一個零排放的型號 同時這裡的發電量 在發電量只有1650%的影響 這裡整個營產的65%的電量需求 都是自己發電自己來安排 所以這是一個很成功的典範 我們也希望臺灣的能力走向這個方向 對於東小型的這些樹木鏈 有沒有能力做這麼大的 長大的規模的作業 農委會計劃進行處理中性 來協助東小型樹木的這些樹木布來處理 如果我們持續的用這三個月的方式來推動的話 我相信臺灣的樹木業一定會轉型 我們所建成是一個獨海我們現在的 這個標準的一個樹木業 那我也非常期待我們 這個計劃能夠持續的推動下去的情況下 因為真的我們會走向另外一個境界 一個新的行業